癌症、糖尿病、高血压最偏爱哪些人,建议了解远离疾病风险。 在一个宁静的早晨,李先生一位退休教师,被突如其来的诊断结果震惊了,他被诊断出患有高血压。 这位一直自诩为健康典范的老人突然意识到,尽管他一直遵循住他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,却仍旧无法逃避疾病的侵袭。 与此同时,张奶奶,一位热爱原意的老人,也被告知她的血糖水平危险的高,需要立即采取措施。 这些故事并不罕见,他们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真相,癌症、糖尿病和高血压不分年龄、职业或生活习惯。 他们悄无声息地威胁着每个人的健康。 这三种疾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健康负担,影响着数百万家庭。 但令人振奋的是,通过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和生活方式的调整,我们有能力显著降低患病风险。 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疾病最偏爱的人群是谁,以及我们如何通过了解并实施专家推荐的策略,来保护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远离这些疾病的危险。 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和科学的分析,我们邀请您一起揭开癌症、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神秘面纱,探索如何通过简单而有效的生活方式调整,来维护和提升我们的健康质量。 让我们开始这段旅程,了解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活力,远离疾病的阴影,癌症、遗传之外的战场。 癌症这个词汇常常让人联想到遗传和无奈,然而科学研究皆是遗传因素虽然扮演着角色,但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。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、烟草食用、过度饮酒、缺乏运动以及长期暴露于有害环境中,都大幅提高了患癌风险,改变生活方式防癌于未然。 均衡饮食丰富蔬果摄入限制加工食品和红肉。 定期体育活动至少每周中等强度运动150分钟。 戒烟现酒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调整,却能显著降低癌症风险。 此外,定期进行癌症筛查,如乳腺癌、大肠癌筛查,可早期发现病治疗,大幅提高生存率。 糖尿病生活方式的景中,糖代谢异常,俗称糖尿病,已成为全球健康的一大挑战。 其发病原因不仅仅是遗传,更多是生活方式的选择造成的结果。 肥胖,缺乏运动,高糖高脂饮食,是推高糖尿病发病率的主要驱动力。 逆转生活方式,重拾健康。 首先,营养均衡的饮食至关重要。 推荐富含纤维的食物,如全穀物、豆类、蔬菜和水果。 同时减少糖分和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。 其次,增加身体活动。 每日至少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。 如快步走、游泳或其自行车。 有助于改善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、控制体重。 最后,定期监测血糖水平。 及时调整生活习惯和治疗方案。 这两个部分的内容强调了生活方式对癌症和糖代谢异常的重要影响。 同时提供了实用的预防和管理建议。 通过调整日常生活习惯,即使面对遗传因素的不利, 我们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降低这些疾病的风险。 这不仅是对个人健康的投资,也是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。 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,无生的生命威胁。 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。 俗称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,由于其症状不显著。 常被忽视直至引发严重健康问题。 本部分旨在揭示其潜在风险因素,提供切实可行的控制措施。 帮助您识别和管理这一隐形的健康威胁。 高风险群体的警示。 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, 包括但不限于年龄增长。 体重超标,不良生活习惯,如高盐饮食。 缺乏运动以及家族遗传时。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体内,逐渐增加动脉血压。 对心脏、脑血管等重要器官造成负担。 控制措施生活的艺术。 减盐,增健康,减少食盐摄入量至每日五克以下。 可以显著降低血压。 替代食盐的做法包括使用香料和草药增加食物风味。 动起来,血压降、定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。 游泳,骑自行车,每周至少150分钟。 有助于维持正常血压水平。 重视心理健康。 压力管理是控制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关键。 实践放松技巧,如深呼吸,冥想或瑜伽。 可以有效降低压力水平。 健康饮食,均衡饮食, 富含全穀物,新鲜水果和蔬菜。 限制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。 对维持正常血压至关重要。 监测和管理定期监测血压。 对于早期发现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至关重要。 一旦确诊,遵循医生的指导, 必要是采取药物治疗。